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我讀中華民國主記史 的感想 讀了這篇文章 非常感動 您揭示了三大原則 必須要操然 連環運用 連中組織 這個是您對於主記工作 那我相信你也知道 主記總處所公布的各項數字 具有相當高的社會影響力 對整個國家政策的制定 以及接下來很多相關業務的推動 都非常的重要 那因此 我相信 公開透明 預測準確 實際反應真實 應該是您可以認同的理念 不過我想附帶請教一下 中國主記協進社 跟主記總處有什麼關係 中國主記協進社 他是一個社團法人 而且他的辦公室跟主記總處 是一個分開的 對我知道 他的錢從哪裡來 是由我們那個 發表一些刊物 以及各項的捐贈的錢 跟我們主記總處的預算無關 他的人員經費都是獨立的 對那目前 在中華主記協進社裡面 有多少董事 是主記總處的統任 據我瞭解 目前他們只有兩個人 而且他們兩個不是 主記總處的編制人員 沒有啦 我說裡面的董事 有多少是主記總處的人員 我現在直接唸啦齁 這是我自己對出來的 跟今天的出席表 有呂秋香 黃淑娟 李國欣 楊明翔 林秀明 蔡宏坤 潘成 武 林世傑 應該今天通通都有出席嘛 是的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 主記總處所控制的財團法人 這樣講對不對 他是一個社團法人 是一個社團法人嗎 應該是一個財團法人吧 本來你們捐助 對不起 是個財團法人 本來捐助是60萬 現在登記是3000萬嘛 那裡面的董事 幾乎都是主記總處的人嘛 對因為主記是比較一個專業的 這個我了解啦 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說 因為我看到這個中華民國主記史 我就發現了這個中國主記協進社 我就對這個財團法人很有興趣 結果找了半天 我發現說他相關的預算跟決算 也事實上沒有受本院的審查嘛 理由是因為他財團法人 已經被稀釋到50%以下了嗎 對不起 他一年的收支大概只有300多萬元 我現在不管他一年的收支有多少錢 這個是不是主記總處控制的 我們是說我們的人員在那邊當那個所謂的那個董事啦 因為他是具有一種推廣主記業務 這個我都贊成啦 像邊中華民國主記史我就覺得非常好嘛 我現在不是說這個財團法人有什麼弊端 你們不要緊張 現在我只是要搞清楚說 我們的主記總社跟這財團法人的關係 那我看他實際上面的業務跟人事 都是主記總處這邊控制的 但是在相關的預算決算 我從來沒有看過 所以我推想他應該是基金額被稀釋到50%以下 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我現在要的很簡單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財團法人過去兩三年 你們在董事會審核的決算跟預算提一份給我看 可以 這個財團法人本身就是公開的 就像我剛剛跟主記長交換過的 我覺得數字本身 因為我自己以前雖然在做法學研究 但是我在搞的基本上都是實證分析 有大量的統計的模型 在幫我評估我國法律制度它運作的成效 那因此我對於主記總處所做的各式各樣經濟成長 各式各樣評估的model 我都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你們只要估不準 或者是你們呈現出來的數字 沒有真實的反應真實的話 那對於整個國家政策的制定 會造成相當大的妨礙 我之前跟前主記長石柱妹有交換過意見 就是我們在呈現我們的貧富差距的時候 都是用五等份的方式 過去長久以來通通都是用基尼在做 通通都是用五等份的方式 這個圖可以看得出來 我國的貧富差距事實上沒有擴大 非常的好 一片祥和 但是跟社會上面絕大多數人的感受 差距非常的大 那理由在這裡 我們如果用二十等份 看出來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這個才是真實 這個是粉絲太平 那因此我也跟 我們使主記長交換過意見 就是 現在世界上面頂尖的經濟學者 他們建了一個 叫做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 台灣也有資料庫 這個是用財政部 財政資訊中心 他們用的稅收資料去的 我現在只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主記總書未來 再公佈家戶所得的資料的話 可不可以再更細分 不要只有 給五等份這麼粗的數字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目前的那個樣本數 只有16000都附到 如果再細分了 我怕他主句太小 沒有代表性 不過我可以按照這個 沒有關係啊 你把你的抽樣方法 你把你每一個集聚的sample size 全部都公佈出來嘛 那 受過訓練的社會科學者 他會知道說 在什麼樣的程度範圍之內 這個資訊是可以被用的 包括你抽樣的誤差 全部都可以算進去 現在我只要求你公開資訊而已 包括sample size是多大 通通都可以公佈啊 可以 可以我們往這個方向努力 不過我 因為我並不是要你去建立一個 具有權威性的指標 我現在要求你做的只有公開資訊 公開資訊了以後 那些data要如何詮釋 要如何計算 如何進行劑量分析 這個是學者的問題 所以 您承諾可以公開 沒有問題嘛 現在的樣本 本身就是公開的 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 我從那個裁員政部的網站上面 全部都可以找到這樣的資料 你確定嗎 我怎麼過去幾個月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如果現在找得到是我沒找到 我會後再請 我會後再請教你們 可以跟主機注意 可以跟 但是你們不主動公開 中央研究院的社科手裡面也有 中央研究院社科手裡面也有 不是啦 我現在要的是要你們主動公開在網站上 讓大家都有公平的機會 可以去assess這些data 有這麼困難嗎 對 我必須跟委員講 因為裡面會牽連到個人資料 那個釋法性會有不同的 這個 這個怎麼會有個資法的問題啊 我早就去識別話啦 我全部都是 aggregate data 我現在不是要你單筆單筆列出來耶 全部都是累積起來的data 他10%的有幾個人 他平均的income是 他平均的加護所的income是多少 這個怎麼會有個資法的問題 好我們可以 往這方面的努力啦 讓每個人都可以來申請 你現在還是說每一個人可以申請 但是公開你們還是不願意嗎 具體的理由是什麼 我到現在沒聽出來 我們可以公佈那個一個主句一個主句的資料 但是不能公佈一筆一筆 對對對 我也沒有要你公佈一筆一筆 我只有要你公佈主句 但是主句細一點 不要再指給大家看五等份的 這樣有沒有困難 因為我必須跟委員說明一下 如果主句分得太細的時候 有些人就知道說那個主句裡面 拜託喔 你從五等份分成十等份 變成二十等份 那個個別話你要怎麼標示啊 今天我如果不懂統計 你要騙我 我還沒有關係 不要講這個外行話 主記長我 我非常尊重你啊 我們往這個方向努力啦 好第二個是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經濟成長力的預估 因為這個預估會牽涉到很多數字 那事實上在1995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學者齁 透過主記總處 實際公佈的數字 跟你們之前的預估 他透過model去算 發現偏差值非常的大 那我現在在給你看的這個圖齁 是2011年陳怡廳 他們四個人 針對於 你們所公佈的預測值跟經濟成長率的實際值 跟預測的誤差 他所拉出來的 從2000 從1995年一直拉到2010年 那你可以看得到喔 就是 當在經濟衰退的時候 你們誤差的偏誤值會特別的大 而且特別大的方向 是往樂觀的方向去做 那我想要請教主記長的是說 你們針對你們現在所用的總公司 估測模型有沒有修正過 那個模型是不是能夠公佈 有修正過 而且那個模型可以公佈 好 那請你們把修正以後的模型 公開出來 讓大家知道 那這樣子 因為我知道你們裡面有兩個 一個是模型的數字 一個是專家主觀的調整 現在我最害怕的是專家主觀的調整 因為如果是真的很有經驗的專家主觀的調整 這當然是好事 但是如果是要幫政府粉飾太平的專家主觀調整 這個就是大家所擔心的現象 那未來要檢證 其實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你把model都公佈出來 那未來大家可以共同的協助主記總處 把你們的model修得越來越好 然後能夠提升這個預測的準確度 謝謝唯一 因為那個有誤差都是外生變數的影響 對啊 所以我現在就要進一步請教你喔 這個是我們經濟成長率的圖 這個是你們秀出來的嘛 那我看了你們五月齁 做出來的forecase 跟二月十數美主記長給我的forecase 就是給大家的forecase 我現在做出來的比較是 你們現在經濟成長率從1.47下修到1.06了嘛 那我看裡面所有的數字偏差值 事實上感覺比較大的是政府投資 本來從預測的6.34到4.24 那公盈投資從2.83下降到1.71 請問最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 預測的偏差 會差距這麼大的理由是什麼 是你們後來所收到的資訊有改變是不是 因為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的政府投資講老實話 他的那個值不大 所以稍微的變化就會影響很大 第一季下雨天下的很多 目前第一季啊 因為有下雨的原因 所以他那個 他那個工程的那個進度比較慢 所以才會往下修 沒有啊 但是你現在往下修也不是 不是只有第一季啊 你到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基本上都是呈現相同的pattern啊 特別到第四季的時候 從5.1下修到1.94啊 對因為現縣市的那個 不好意思我時間到了齁 我只能拜託主記長齁 是不是可以請部內的同仁 給我簡單的一個說明齁 從2月的預估到今年5月的預估出現了偏誤 他那個差的外申的變數的數值差在什麼地方 可不可以讓我知道 好 我們廢後會去跟請我們負責的同仁去跟委員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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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請賴世保委員質詢 謝謝 主席各位請請一下主席長好嗎 主席長好嗎 主機長的重要的職責當然是管政府的支出 那麼另外一個很重要重頭戲大家都在看 就是每年要編這個每年的國家總預算 你現在開始編了沒有 目前在編 正在編嘛 對 那個size大概 大概我們原則上 我們上一屆第八屆